大家好,我是Carmen 今天我要讲日本作家泰宰志 收录在《人间诗歌》中的一部短篇小说《斜阳》 它是根据泰宰志的情人泰田敬子的日记所改编的 故事发生在二战之后的日本 当时整个日本都笼罩在战争的阴霾之下 贵族日渐衰弱 政府没收了他们的土地 使得他们失去了经济的来源 失去了原本的社会地位 而没有生存能力的他们 却无法摆脱根深蒂固的贵族生活方式和行为 外部的世界和内心的视线产生了巨大的撕扯 这是日本贵族当时名存实亡的黑暗时期 故事的主人公何子 这是日本没落贵族的后裔 在她的心里 母亲是日本最后一位地地道道的贵妇人 她身上有的真正贵族特有的那种亲民和优雅的做派 与那些装腔做事 附庸风雅的人完全不同 那种东西是学都学不来的 何子有一个弟弟叫直治 他是典型的顽固子弟 不好好参军却染上毒瘾 不务正业 整天在东京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 堕落不堪 直到何子在一个偶然间 发现直治写下的手记 他才了解了弟弟的颓废与挣扎 贵族的身份使他无法融入平民阶层 他的出生使他遭受到了排挤 而他自己也无法摆脱贵族的骄傲与虚伪 于是他将自己陷入你命之中 酗酒 嗑药 用这样的方式与自己的灵魂做斗争 然后在旁人眼里看来 他只是一个虚伪的小丑 与弟弟不同 何子一直都在倔强的抵抗 他无法像母亲那样 一生都活在与世无争的虚幻里 也无法像弟弟那样选择自我毁灭 他一生似乎都在寻找要抓住什么东西 并依靠他来活下去 他自小便结了婚 离婚后他回到娘家与母亲同住 他放下贵族的架子去农田里耕作 并细心照料着年迈的母亲 何子对母亲的崇敬之情予以言表 他是母亲为自己最大的憧憬 和活下去的目的 母亲去世后 他甚至有与母亲一同去死的想法 然而何子是坚强的 他向往地活下去 在他的心里 一直有一个喜欢的人 上元先生 他是一个作家 在东京的弟弟 一直受上元先生的关照 才得以苟活 在一次会面中 他们接了一个吻 自此之后 爱情的种子 变在何子的心中萌芽 然而上元先生是有家庭的人 何子自知 这是一段不冷之恋 却无法自知 在那之后的六年 他一共给上元先生寄出了三封信 全都阴信全无 他在信中说 六年前的一天 我的心里 生起了一道粉色的彩虹 虽然 那既不是情 也不是爱 然而 今年累月 那彩虹 越来越鲜艳 浓历 我从来没有将他忘却 等不到的爱情 看不到的未来 何子的愿望 越来越卑微 他去了东京 在一家小主管 遇到了这个 日思夜想的男人 他已经不是当年 那个兵兵有礼的绅士 他们的对话 绝望又粗鲁 何子最后的愿望 是一个能够让自己 回下去的理由 如果上元先生 无法成为那个理由 那么 就让一个代表希望的孩子 成为那个理由吧 和上元先生 共度的那一个晚上 何子仿佛觉得 自己是被爱着的 可就在第二天 他得到了弟弟自杀的消息 在遗书中 弟弟说 人就像拥有生存的权利一样 也有死亡的权利吧 摆脱贵族这件事 以及让他精疲力竭 比如 就算他再过贫穷 与上元先生 他们出去玩乐时 他会坚持 要负自己的那一份 上元先生说 这是处于贵族的 自尊和吝啬 非常讨人厌 那些存在 以骨子里的东西 他无法彻底摆脱 他的自尊 竟然穷恶阻碍 他前进的障碍 在这么多年的尝试 与失败中 他再也受不了了 他说 人 不可能只有思想死去 空留一幅区隔存在 所以 我的死亡 只是自然死亡而已 信的最后 他提到了一个 深埋在心中的秘密 他曾经爱上过一个人 他的存在 像一束平静的光 虽然 他永远不可能属于自己 但 他是如此美好 让人无法忘怀 临死之前 至少 他要告诉姐姐 这个人的名字 他叫阿夸 是一位画家的夫人 信的最后 他说 我是贵族 故事的最后 他怀上了上元先生的孩子 他给上元先生 寄出的最后一封信 便以此道别 自此带着孩子 独自生存下去 大家都知道 太太志最著名的作品 是人间诗格 然而这部斜阳 在文学界的评价 其实更高 虽然 故事一如既往 管车了太太志的悲情色彩 但是文字却很轻妙 读起来会有一种柔美的感觉 斜阳这个意境 奠基了整部小说的色调 就是明与暗的交错 当上元先生说 很晚了 也是黄昏时 何子却说 不 现在是早晨 小说中的角色 也有明和暗的一面 所以 当我看这部小说时 会有一种 夕阳下 凄美 却有带有希望的感觉 故事中 何子经常在看 David Lawrence的书 David Lawrence是20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 他的小说经常描写对立式的爱情 精神与肉体 观念和现实冲突式的恋爱 何子和上元先生 就是典型的对立式的爱情 他会如此奋不顾身 并沉迷于其中无法自拔 这可能是之前就埋下的一些伏笔 与人间时刻不同 《写样》这部小说 虽然也是一部比较悲剧的作品 但是 却能让人看到希望 同样是被称作过渡时期道德的牺牲者 何子的态度 与弟弟和母亲完全不一样 他会主动体验劳动人民的生活 也想要观念革命 在面对不伦练的时候 比起弟弟像落叶般消极的态度 最后只敢在遗书中 向姐姐提及喜欢人的名字 何子选择用他的方式 张相的爱延续 最后我想从社会的角度去说一下 我们对爱情有很多条条框框 比如我们觉得 结婚生子 一生一世 是被普遍认可的爱情 但现实并不是这样对吧 不是所有的爱情都长一样的 成年人在面对爱情的时候 完全束手无策 我们像买家具一样 拿了把指尺 去测量 未来可以跟我们相伴一生的人 却忘了爱情 是没有形状的 我没有办法评价 何子对爱的态度 和守护爱的方式 我们都没有办法评价 才因为我们不是别人 爱情在每一个人生命中的比重 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的生命需要100%的爱情 有的人的生命只需要30%的爱情 我们无法衡量 哪一种爱更加真诚 好消息是 成年人的生命里 不仅仅只有爱情 我们还有工作 理想 和生活 所以就算没有爱情 我们依然可以找到 活下去的目的 并且抓紧它 坚强地活下去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边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